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熊猫兜兜 今天我们来说马航MH370事件 2014年3月8日凌晨0点41分 MH370航班准备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 计划于早晨6时30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飞机上的人员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 一共有239人 其中机主人员12人 乘客227人 包含两名婴儿 当中大部分的乘客为中国公民 一共152人 马来西亚公民有38人 本次航班的机长扎哈里是马来西亚籍 年龄53岁 来自于槟城 于1981年加入马航 拥有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 事发前的累计飞行时数为18365个小时 副机长哈米德 马来西亚籍 年龄27岁 于2007年加入马航 事发前的累计飞行时数为2763个小时 此次的航班由机长扎哈里负责操控飞机 深夜的0点41分 这架马来西亚航空波音777 准时的深入夜空 飞往北京 全程需要6个小时 飞机爬升的同时 空管也指挥机主人员 前往一个叫做Egari的航路点 飞行员和空中管制员之间的联系 对于飞机的飞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都要互相的清楚对方的动向 波音777是世界上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飞机之一 波音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开发777 这是第一款完全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商用飞机 飞机上有很多系统 虽然都是自动的 但是要用到自动化的系统 也要先对它进行控制 要正确的操作它们才行 飞行员能在全球任何的地方利用高频无线电 一种提供文本信息传输的A-Cars系统 以及卫星通信系统进行语音交流和数据传输 当飞机进入导航模式 它的飞行航线是已经规划好的 那天一开始的情况都如预期一样 井然有序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飞机起飞20分钟后 飞机达到了巡航高度35000英尺 因为机组打开了自动驾驶 达到了巡航高度 机组只要持续监控自动驾驶仪的运作即可 随后 马航370号航班将沿着泰国湾东北的空中走廊飞行 在Igari附近 马航370的监管权 就将由马来西亚空管转交给越南胡志明方面 在凌晨1点19分 吉隆坡空管员和马航370完成了最后一次通讯 并且那时候空管员还可以在雷达上 信息地看到马航370航班的动向 按照规定 机组应该在一分钟之内联系越南空管 可是过了十几分钟 马航370飞机依然没有发出信息 此时越南和吉隆坡两地的空管员 都召集地呼叫马航370 希望联系上这架飞机 但是都无人引答 飞机也从雷达上消失了 马航370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马航370失踪的原因号称是民航业 甚至是整个航空业的头号谜团 没有人知道这架飞机去了哪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和越南胡志明空管区域交接处 这个地方位于泰国湾的东北部 泰国湾这个地方 雷达的覆盖数量有限 谢谢来说 全球都存在着一定的雷达盲区 全球只有10%的地区是有雷达覆盖的 在3月11号也就是马航370失踪了三天后 马来西亚军方调取并公布了军用雷达的数据 发现在飞机最后一次和空管联系的三分钟后 飞机脱离了预定的飞行路线 先是向右边转了一点 然后大角度的往左转一圈 飞机飞越了马来西亚半岛之后 在槟城附近向右转 数据还显示 班级4年后曾经迅速的拉增高度 最高达到了58000英尺 远远超过了该机型客机大约在 43000英尺的飞行高度的限制 之后又迅速的降低高度至4800英尺 然后飞机保持西北方向一直航行 军事雷达对它最后的记录是在凌晨的 2点22分位于安达曼群岛附近 马来西亚当局研究了目前仅有的线索发现 一切似乎都太过巧合了 首先在两国空管交接的空档 飞机就在空管的二次雷达上消失 在二次雷达上消失之后 就立即偏离了既定的航线 他们推测这是一场人为的操作 飞机上的应答机可能被故意关闭了 空中交管一般是依赖于 二次雷达对飞机的定位 就是顶部长方形的部分 它就像一个询问器 会向飞机发出信号 与飞机上一个叫做应答机的设备通信 应答机则会发出一个新的信号 告诉雷达飞机的身份、高度和航线 在对长距离进行监控的时候 空管几乎都是使用这个二次雷达 在伦敦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 一个工程师小组 他们在排查卫星数据的时候 发现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深入研究ACARS的数据之后发现 飞机上的ACARS系统 在2014年的3月8日 凌晨2点25分到早上8点19分 都在应答卫星地面基站发出的 自动PIN信号 卫星的通讯原理是这样的 每60分钟没有信息活动的时候 基站会自动的向飞机发出一个信号 询问飞机是不是还在 飞机只要回答 是自动通讯科学家们称为握手或是 PIN测试 马航370的通讯日志的最后一条信息 被澳大利亚迫斯的一个地面站记录下来 数据日记显示地面站和飞机有7次握手 每次间隔大约是一个小时 这些都是在飞机消失之后发生的 数据显示飞机在经过失联的地点后 还继续飞行了7个小时左右 而且这个时间也和370班级 A-CAS发出的油量消耗数据是吻合的 飞机的油量是足够在自动驾驶的模式下 飞行7个小时 但是一旦飞机油箱内的燃料用完 飞机的两个引擎就会相继停转 这架777克金就会螺旋下降式的坠海 虽然这些传输的数据不包含航班位置的信息 但是科学家可以通过每次飞机和机站 发送和接收的时间来测量飞机和卫星的距离 通过7次的发送和接收 科学家圈建了一个大致的范围 后来通过对油耗速度 飞行路径等其他因素的分析 推测飞机应该是在印度洋南部的 这条弧线的周围 对于在马航370上乘客的家属来说 找到答案的最终希望落在了印度洋的海域 这里的海域属于澳大利亚管辖 于是由澳大利亚主岛 马来西亚 美国 越南 新西兰 印度尼西亚 中国等27个国家 超过30架飞机与直升机 以及60艘舰船陆续参与了联合搜救行动 各国组成的搜救队 从空空搜索和海面搜索两个方面 沿着这条弧线 绵延超过1100公里的海域进行搜索 希望能发现一些漂浮物 一般来说 当飞机撞向海面后 会留下浮游痕迹 以及大量的漂浮物 但是海面搜索超过两周 即使有卫星的帮助 也一无所获 既然找不到漂浮残骸 就只能通过别的办法缩小搜索的范围 人们都想到了MH370的黑匣子 黑匣子是飞机的数据记录仪 上面的数据对了解事情的经过 是至关重要的 它持续地记录飞机的飞行数据 依据这些数据 可以详细地重现飞行时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如果黑匣子落入水中 它的水下位置信标 大约每秒都会发出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的传播范围大约是2000米 但是黑匣子的电池 只能维持大约30天 在无边无际的南印度洋上 大家都在为找到黑匣子 争取时间分秒必争 但是监听信号的搜索船 工作的40天依然一无所获 此时距马航3704年 已经一个多月了 空中搜索和海面搜索 都没有丝毫的进展 官方认为 MH370最海的线索 可能都已经沉入海底了 2014年4月29日 马航MH370空中搜索 正式结束 各国部队将陆续 从澳大利亚 迫使空军基地撤离 同时搜索工作的重心 也转入了水下搜索 2014年5月下旬 针对MH370的 水下搜索工作正式开始 水下搜索的工作 一直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搜索范围达到了 12万平方公里 可惜依旧找不到任何的线索 2015年1月29日 即MH370宣布失联的 10个月后 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 马来西亚政府正式确认 航班失事 但相关证据 直到2015年7月29日 一块一次大型飞机 金富翼长海 在法蜀 刘尼汪岛被巡破 人们才首次掌握到了 飞机坠毁的线索 2015年7月29日 在马达加斯加东部的 一个小岛 刘尼汪岛 一个负责维持 当地海岸清洁的 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发现 一个被藤壶覆盖的 长两米的金属物体 经过航空专家鉴别 这个物体是 飞机金富翼的 飞机机翼的一部分 经过仔细检查内部的标记 包括日记和序列号 最终确定了 这块金富翼 是属于马航370航班的 游林汪岛 所在搜索区域 以西的4000公里 时间也离航班 消失一年多了 位置和碎片 与搜寻专家模拟 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碎片 也算表明了 一个确定的结果 马航370 应该是在印度洋 某个地方坠毁了 第一块有关 马航370的碎片发现之后 官方又重启了搜索工作 人们又陆陆续续的 找到了至少31个 飞机其他部分的零件 通过对比和研究 其中一些零件包括 右衔的 衔外经翼的一部分 两个发动机之一的 整流罩 前起落架门的一部分 垂直稳定器的一部分 以及一个严重变形的 头整显示器外壳 这些零部件有18个 被认定为非常可能 或者是几乎确定 是来自马航370 这些零零碎碎的零部件 也可以从侧面说明 当时MH370撞击海面时 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后期的搜救行动 主要为水下搜索 由澳大利亚政府主导 由马来西亚及中国的专家参与 搜索行动的目标 仍然集中在南印度洋海域 卫星分析中的第七条弧线沿线 截至2016年1月 水下搜救行动 经完成当前搜索区域中的 8万平方公里 2017年1月17日 中、马、澳三方联合宣布 经过漫长的时间的搜索 依然没有发现 马航370的踪迹 决定暂时终止水下搜救工作 截至2018年 该空难为商业航班事故史上 唯一未能确定 具体失事地点的事故 2018年1月10日 马来西亚政府睽違一年 决定重新展开搜救 与美国民间的海洋无线探勘公司 基于找不到不收钱的原则 签订合约 由该公司自1月17日起 进行为期90日的水下搜索 寻找飞机的残骸地点和黑匣子 2018年3月3日 海洋无线派出了8台无人机 对大约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探测 搜索过程中 通过声纳传感器扫描海底 记录了长达6000米的海底地形变化 希望能找到关于MH370残骸和碎片 可惜都一无所获 5月29日 该公司发布声明 宣告搜救失败 当天由于仍然未能找到MH370客机的残骸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 宣布搜索工作停止 同年的7月30日 飞机实施调查报告公布 调查报告确认 飞机曾经在人工控制下调转方向 且提及了马来西亚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运作 没有遵守特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迫使马来西亚民航局主席拿多斯里 阿齐兹哈鲁丁宣布辞职 2019年3月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 如果存在任何可信的线索 或是具体的建议 仍然会考虑重启搜索工作 对于MH370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失踪原因是什么 这有很多的说法 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解割 在排查了飞机上的包括几组在内的 239人之后发现 有两名乘客冒用其他人丢失的护照登机 是不是这两个非法分子劫持飞机呢 所以这是一场有目的劫持吗 在1996年 一架埃塞尔比亚航空961号的班机上 就发生一次失败的劫机事件 这架波音767 正从亚迪斯亚贝巴飞往科特迪� 途中被三名埃塞尔比亚人劫持 他们威胁机长飞往澳大利亚 不然就炸掉飞机 但是机长说 剩下的油只够两个小时 根本不够 但是劫犯并不相信 后来这架飞机在科摩罗岛海岸附近迫降 机上175人中有125人身亡 包括那三个劫机犯 对于马航370可能是被劫持的结论 航空专家表示这个说法有些疑点 如果飞机被劫持 机长可以通过特定的代码 发送紧急信号向地面的空管求救 告诉他们飞机被劫持了 但是地面的空管员 并没有收到马航370发来的任何求救的信息 后来马来西亚警方经过深入的调查也发现 两名持失窃护道登基的伊朗乘客 可能仅仅是为了偷渡 排除了他们恐怖组织以及劫机的可能 飞机在飞行中会遇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就是失货 火灾会影响飞机上包括电路在内的各个系统 从而导致飞机失控 在1987年11月 一架南非航空的747飞机飞往约翰内斯堡 但是飞行途中 位于客舱后面的货舱起火了 火势非常猛 浓密的烟雾弥漫机舱 飞机上关键的仪表断电、失灵、飞机失控 最终这架飞机坠入了印度洋 导致了159人身亡 马航370的货运单显示 飞机上载有220公斤高路易燃的锂电池 有没有可能是锂电池引起了大火呢 飞机突然偏离预定的方向 大角度的往左转一圈 是不是因为失火了 想找一个近的飞机场紧急降落呢? 但是失火的说法也有两个漏洞 就是如果货舱发生火灾 在火势变大之前 货舱的火警铃就会响 这个时候机长有足够的时间 用无限电向地面求救 但是地面的空管没有收到任何的求救信息 而且卫星也显示 飞机从空管的雷达上消失之后 又继续飞行了7个小时 显然不可能是失火 我们知道人缺氧的话会头疼 一时模糊 会不会是马航370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因为缺氧而导致偏离航线了呢? 之前是有发生过这种案例的 2005年8月 太阳神航空522号班机 从塞布路斯出发 飞往雅典 客舱里氧气面罩突然落下 飞行员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警告 于是他们向地面空管求助 一个半小时后 希腊空军派出两架战斗机去调查 他们发现驾驶士副驾驶晕倒在座位上 而机长不见踪影 驾驶士有个身影在移动 不久后几处 客舱气压过低 舱顶的氧气面罩就会落下 但是面罩供氧的时间只有12分钟 飞机上的乘客渐渐地陷入昏迷的状态 失去知觉 除了一个空乘找到了一个氧气瓶 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 当时当这个空乘进入驾驶士的时候发现 飞机的燃料已经用完了 他也没办法救起这架飞机 会不会马航370和太阳神522 一样遇到了增压缺氧的问题 最后只留下自动驾驶飞行了7个小时呢 马航370的飞行高度是35000英尺 大约是1万米左右 这个高度比珠穆拉玛峰还高 珠峰是8848米 这个高度如果出现缺氧情况 人的意识最多只能持续30-60秒左右 根据卫星和雷达的记录 马航客机失踪前 曾经更改航向并转飞向南太平洋方向 一个小时之内做出了三次的转向 而不是保持原定的航向前往目的地北京 这与太阳神航空522班机是不同的 522班机上缺氧后 以自动驾驶并继续保持航向 飞往目的地雅顶后才因燃料用镜而坠毁 由此推认出马航客机上 是有人故意更改航向以及进行解压导致缺氧 而不是起飞前意外的关闭的加压系统导致缺氧的 而且如果是缺氧的话 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飞机上的应答机被关闭了 应答机和ACOS在差不多的时间相继关闭 但是也没有证据显示是因为电路问题 会导致两个系统通时失效 通时失效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为造成的了 目前能掌握的证据显示 是飞机上有人刻意关闭了应答机 所以航天专家都把矛头指向了这架飞机的机长 因为机长是两位飞行员中做主的那一个 他可以找个借口把副机长支出驾驶室 并且反锁驾驶舱的门 但是反过来副机长就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在两名飞行员中机长更加有嫌疑 如果在驾驶舱里只有机长一个人 他关闭应答机 并且改变航向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关闭应答机以后 他试着关掉ACOS 但是他并不知道一部分的ACOS信号还在发送 2016年7月时 有媒体爆出机长在其家的飞行模拟器中 曾经进行过模拟航班飞往印度洋一事失事的路线 在8月时 马来西亚交通部也确认了这条消息 不过同时也表示 这是模拟器中几千条记录之一 不能直接得出机长就是主谋的结论 警方后来在翻查他的财政状况后 也认为他没有经济困难 马来西亚当局表示 从未排除可能的飞行员自杀的结论 但是因为没有发现黑匣子 就将摧毁祸首归结于扎哈里是不公平的 在法律上也是不负责任的 以上都是关于MH370失联的猜测 官方并没有给出事件的真相 也许以后能找到飞机的黑匣子 告诉四人当年MH370失踪的原因 也许永远都找不到黑匣子 马航370可能就永远成为了一个解不开的谜团 从2014年3月8号 不知不觉 马航370已经消失6年多了 2000多个日日日夜 人们可能都已经渐渐遗忘 但是他们的家属却还在苦苦等待 因为乘客家属本来打算装修这道房子入住婚房 他们本来打算过几年结婚 他说他永远都会等他的未婚妻 乘客章女士的丈夫想对妻子说 我们是将近40年的夫妻 马航370把他带走了 从此我的生活再也没有欢乐了 62岁的文姓家属接到了一名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 趁他的儿子已经逾期六个月未炒房房贷 已向其发出债务预期的催款单 而这位父亲开的车带着老伴 在市区兜了三个圈 仍然没有找到银行 虽然眼前是三张满冰冰的来自银行 公租金已经开发商的催款单 但二老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儿子存在的证据 一位河北乘客的母亲突然打通了四连儿子的电话 要是号码已经溢足了 印语商解释 该电话卡停机半年后也被重新启用了 经过与新用户的协商 公司已经把号码过户到乘客家属的名下 这位仍然坚持每天拨电话的母亲说 就算电话打不通也是一个安慰 六年了 大家心里也明白 飞机上的人还存活的可能性是无其微 但是大家依然在等待 希望MH370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1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